張家俊委員 外交部請高總經理來 把人家一個人丟在那個桌上一個人吃 他說他過了一個 他說他從來沒有參加過一個這麼淒涼的國宴 你看他今天這樣出去的話 那外交部是不是猛名轉倒飛 難道你們事先都沒有說看哪一個客人要來 那每一桌沒有安排接待的人員嗎 那這個是凸顯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哩哩啦啦 就是說你看國防部 國防部你看被爆出來說 有三個人在執行的時候睡覺 那外交部辦個國宴 讓人家怎樣 度過了一個很淒涼的一個國宴 不是你跟他道歉的問題 不是說你派一個人去跟那個高總經理道歉的問題 難道你事先 你們沒有說規劃說有多少人會參加 那桌到底要幾個人做 那接待人員那桌是誰負責 怎麼會讓人家一個晚上坐在那邊 一個人坐在那邊呢 不過我要跟委員說明一下 當然一方面我們有跟高總經理道歉 可是實際的情況 他是坐到那個預備桌 他是坐錯了那個位置 那坐錯你們總有人要把他帶到別桌去啊 對所以 怎麼可以說他坐錯呢 這一點就是我們要表示道歉的地方 因為人賓客很多 所以禮賓處確實有疏忽的地方 所以沒有注意到說他坐錯了位置 不是啊 你想看本來是好事耶 跟養長說他度過一個很淒涼的 參加一個很淒涼的國演 所以我們要特別向他表示歉意 但我們也把事實的情況有跟他做說明 其實進場的時候我們也有 不是丟到這個還凸顯一個是說你外加部的辦事啊 你們的辦事人員是多麼的疏忽啊 多麼多麼的不用心啊 確實有疏忽的地方 這點我願意我也向他表示歉意 對這個是蠻離譜的齁 那院長你可以看到喔 就從你上了以來 其實很多很多人的那個大家說位居要指的一些政務官啊 都昏昏求趣 包括什麼管忠明啊 那個葉匡時啊 還有什麼王毅齊 蔡德勝 現在又傳出說那個高華柱也要 不是那個那個王卓軍也要離職 那假如說一個內閣一個政務官 假如這樣子的一個動盪不安 一站著一直換你一直換人的話 那你怎麼推你的政務啊 我想根委員報告他們各有理由 像如果是 像這個你最後提到這個警政署長 他因為也借鈴了嘛 所以他們各有他的理由啦 借鈴是明年的事情啊 他各有他各的理由啦 不是啊 借鈴是明年的事情 可是外面都給他說落袍了 就是落袍所有的政務官都落袍 那這樣的話你怎麼能做事情呢 其實對我們立委是折磨耶 我們好不容易把一個部長的名字 好不容易記熟了 阿公公換掉了啦 不過我們找來的人都非常熟悉業務 馬上可以上手 馬上可以推動工作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穩定你的內閣 你才能夠提出一個好的政策 那現在大家都怪嘛 都怪說好那個九合一的選舉 九合一的選舉是 是那個整個政策錯誤 才造成國民黨大敗 國民黨執政 真的是面臨一個很嚴重的考驗 那現在就是看看那個毛院長 你能不能夠拿出一些 所謂殺手級的政策 就是說你怎麼樣的去 來把社會上現在所關心的事情 把它捲結掉 甚至於是說 你怎麼樣的提出好的政策出來 比如現在 大家勞工要加薪 公務人員要加薪 那都要錢啦 剛剛提到營養午餐 台北市說漲十塊 可是很多邊緣地區沒辦法漲啊 那那個營養午餐也要錢 那大家都在討錢 都在那個 還要甚至於說大家要平錢 那我請問你 去年 去年什麼行業最賺錢 賺錢行業應該很多吧 不是去哪一個行業最賺錢 金融應該不錯啦 對 去年是金融行業 賺的錢賺的最多 估計啦 估計 有人估計說 大賺了四千到五千億啦 創歷史的新高啦 那也是哪一個行業的年終獎金最多 可能也是這個行業吧 也是金融對 那金融業 當他在金融海峽的時候 我請問你 我們政府拿出多少錢 出來補助他們 也就是所謂的金融重建基金 我們花了多少錢 應該有上千億啦 應該 上千億上多少 可能有兩千億左右吧 總共多少 跟委員報告大概兩千億左右 對 兩千零七十六億啦 總共花了兩千多億啦 本來還 本來那規模還要升到一兆多啦 那過去 我們提供這個金融重建基金 來協助銀行的束褲 那現在銀行賺錢了啊 那銀行賺錢的話 是不是應該 請他們 把他們的獲利 也來讓全民共享呢 我有做了一個統計表出來啦 你看看 他整個 過去 你看看 我們報紙最近這幾天都在都在報 什麼護邦金啊 國泰金啊 前兩個月賺百億 甚至你看看 甚至說彰化 那個彰化銀行 還要佈局海外 獲利創新高 好 那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表 過去銀行接管 我們銀行接管的時候 我們 我們以彰化銀行來講 他 2012年他賺了一百零二億 2013年賺了一百零七億 那2014年賺了一百二十四億 可是當年我們給了他四十六億 包括合作金庫 我們給他三百五十一億 你看看給了這麼多錢 那他現在賺錢了 那是不是應該叫支付回饋 比如說好 我們要調整那個營業稅 他也拒絕 調了沒有拒絕 調了 跟委員報告已經 不是你調了 調了多高嗎 調了百十五 另外跟委員報告 獲利是創新高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整個金融業 負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另外 你怎麼負擔 你要他負擔什麼社會責任 因為我之前是這樣喔 我之前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都很笨 你看美國當年他怎麼處理他的次貸風暴 他當年要次貸風暴的時候 他是接管他的資產 或者是說 他加入買他的特別股買他的那個 其實當年我們在提這個金融重裂基金的時候 本來是修法師說要介入當他的特別股 可是後來被改掉了 不要就是白白把錢送給人家 那尤其是在資產重複的過程當中 很多比如說好一個資產 你給他估一百萬 但後來他賣掉他賣了三四千萬 那這個東西 我們政府拿到什麼呢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重新檢討 我們這兩千多億投進去給這些金融業 他創造了多少利潤出來 那現在每家都賺好幾百億啊 那是不是應該要把那個錢拿回來呢 跟委員報告 其實沒有錯 今年的金融業的獲率創新高 不過有一個數字報告 因為你是會計師喔 他的ROA是0.8 那ROA是百分之十二 那國外的標準是百分之一跟百分之十五啦 其實還是比國外還是比較差啦 因為你要知道整個金融業 而且像銀行的鏡子高達2.8兆 其實他的獲利率是創新高 但是跟其他國家比起來還是有差距 其他國家沒有像中華民國政府這種笨 把錢送給人家 什麼都沒有 你現在我的意思說 你當年 其實這個有大的錯誤 跟委員報告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中華民國沒有比其他國家笨 跟委員報告 其他國家 他與這幾年來房價上升 當年的一些他們抵押平的所謂的不良資產 那個抵押的那些房價 都是高漲很厲害的 所以你今天 你到底 我們是把錢送給人家耶 跟委員報告 因為美國當時金融風暴的時候 他的銀行沒有嚴重到那個程度啦 真正嚴重的話禁止付的 我現在是這樣 你不用替銀行方便嘛 他現在賺很多錢是事實嘛 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表嘛 我們列出來每一家 比如合作金庫 他2012年他賺87.35億 2013年賺93億 2014年賺109億 我們給他300多億 那裡包括匯鋒銀行 新加坡銀行 113陽信 尤其陽信也給了他 台灣土地銀行 台銀 華南銀行 彰化銀行 彰化銀行 給了他46億 他這三年來賺了300多億 還要佈局海外 因為他的承受問題機構 基本上他都虧錢了 我都知道 沒有他沒有 那你當時 我是覺得說你們是不是應該要 重新去檢討 你當時給了他錢 他處理了這些不良資產 因為外面都在傳啊 外面都在講說 當年的那個資產公司 在評估資產的時候都低估 都故意把它低估 後來房價上漲了以後 整個大賣 每家都大賺錢 所以你們是不是 不讓你做一份嘛 你給我做一份 他當年他承接的這些資產多少嘛 他賣了多少嘛 他獲利了多少嘛 所以你 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把這個報告送回委員 所以院長我告訴你喔 你現在開始找錢嘛 那找錢你不要一天到晚 什麼我戶人要徵稅啦 我二代健保補充寶會去挖那個窮人的錢啊 你能弄多少錢 我們那個兩千多億好 你要去要回來啊 他們虧損的時候我們幫助他 他現在賺錢要不要回饋回來 他賺錢當然要把他要回來啊 那只是說當初在修法的時候 修法的時候 大賺阿扁時代的勾結嘛 那個亂 那個根本就是 屠利的那些金農業 就一句話說 你不給他他會倒 是啊 你應該是借給他 你是用借的方式借給他們去處理才對啊 而不是送給他 你現在政府白白送給他兩千多億 那現在呢 賺那麼多錢也要想辦法拿回來啊 跟委員報告 那時候 存保公司都是用拍賣的方式 那拍賣方式 因為他禁止虧很大 所以要由不能貼補他 不是白來送給他 貼補他他現在賺錢還回來啊 跟委員報告 可以把那個評估報告給你參考 不是啊我跟你講真的啦 那個那個 部長 還有 院長我跟你講 你要那個魄力 現在我們 你很多施政 你現在很多東西 大家都要錢錢錢錢 每個地方都要錢 包括你說高雄 他為什麼要交中油 搬到高雄去 也是為了錢 幾乎大家都為了錢 那為了錢的話你要去很理由很正道 你要去找 把錢找回來嘛 那當年浪費的 當年不對的政策 你現在都可以重新回來檢討嘛 我對金融 當年投入了金融重建基金 我包括很多資產的評估 包括很多那個 我們都做了很多功課 包括以前我在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資訊了很多 估價估100萬的資產 後來賣了賣了三四千萬 那那個是什麼原因 就勾結圖利嘛 那假如你有破例 你重新來檢驗這個事件 重新來檢驗這個金融重建基金 好好的替全民把這兩千多一多要回來的話 那大家會給你鼓掌 那你把這個錢 弄到有意義的地方去的話 那不是 不是你可以得到掌聲嗎 不要說人家說你 你這一年當中 你是什麼殭屍內閣啊 你是癱瘓了 你什麼都沒辦法做 所以我說你要拿出一些 不要殺手急 不要有意義的政策出來嘛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說 重新來好好 來檢討 檢討 這一個金融重建基金 投進去的兩千多億 有沒有辦法幫他 把要回來呢 跟委員報告啦 當時 重新基金付出兩千零七十幾億 是因為當時有一些金融機構 問題金融機構 有重大的虧損之後 彌補他一部分 其實沒有全部理賠完畢 所以基本上 你要了 我們可以送一份給你 對不對 你不是啦 你現在很簡單嘛 他有困難的時候 我政府幫助他嘛 現在景氣好了 他賺大錢了嘛 對不對 你說國泰世華 他也享受了金融 重建基金的好處啊 那他只不過接受七億 你現在就要把錢拿回來啊 他不會拿回來嗎 他也是承受問題保險機構啊 不是真的七億補助他 那他承受保險機構 他承受的那些保險機構 就好比我真的很 有時候你們很多 真正莫名其妙 包括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國華人壽 花八百多億 去 把 把你嫁出去 送了一大堆嫁妝給人家 你說什麼承受承受什麼 我看不懂耶 人家好好的在經營 你偏偏要給人家接管 那把他接管了以後 自己經營了 又比人家經營了更不好 跟委員報告他絕對沒有好好的 這因為禁止付了將近一千億啦 才去接受他 所以你 那你政府付了八百多億去幹嘛 他假如你當時 我跟你講你現在不要 我當然 今天諮詢時間 我沒有那麼多 不想跟你變那些 你當時假如沒有強迫人家說 一定要趕快在那個點 把股票賣掉的話 就不會那麼慘啦 所以錯誤的政策 其實你也有責任啦 所以不要再 不要 不要在那邊那個 所以 那個院長 是不是可以 比照 美國 人家怎麼去處理 他次貸風暴 當時他怎麼處理 那現在政府 你兩千多億都是 也都是納稅義務人的錢 大家的血汗錢 那你丟給 銀行 現在好啦 那好了 是不是要還一天回來呢 你認同嗎 院長 我想我可以來了解一下這個案子 好不好 因為像他們這裡 這一部分的細節 有它專業性的細節 好不好 其實很簡單 算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當年怎麼去那個嘛 那提到說 大家在談說 那個我們的薪水倒退到15年前 那現在我們提出來說 所謂加薪司法 其實加薪司法修公司法 我三年前就提出來了 我那時候提出來 在經濟委員會的時候是 經濟不反對了 不過很高興說 因為就是因為 朱主席上來了 朱主席說一定要推 所以你們才 才願意推 好 那你現在願意推的話 可是馬上一推的話 碰到很多的主力 包括有很多 很多很多的 那些工商企業界 工商企業界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大佬 工商協進會的 林伯鋒反對 那個 那個全國商業總會的 賴正義也反對 那 你會不會說 你們碰到 這些企業主的反對 或者是說 民進黨在這邊 怎麼跟你歐龍誰兜 給你亂講 那你就會退縮了呢 你們就會說 這個司法 那個佳英司法就不對了呢 會不會呢 跟委員報告 我看這個問題 其實 我會覺得 這個就是 法國那個經濟學家 皮克體 提出來的問題的一部分 我們台灣是整個 這個問題的一部分 這句換句 也就是說 資本主義 用傳統的思維 他就是投資 股東 投資 就是 企業主投資 然後 回饋股東 就在這裡面循環了 那但是呢 雖然口號上 我們講說 員工要當作夥伴 那但是 從很多很多的這個 慣性的行為來講 員工事實上 都被人家當作賺錢的工具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 就包括這個 彭總裁實際上 是呼應我的說法 就是我們基本上 我們大概都認為 像那個 皮克體 那個經濟學家 所提的這個現象 我會認為我們台灣 透過立法的方式 來提醒我們的企業主 要把員工當作夥伴 當作他的公司資產 用立法的方式來 來提醒這個企業主 我認為這是在 某種角度 我自己的解讀 我們是相當於在呼應 這個皮克體 這個他所注意到這個現象 我們所做的一種回應 所以我想 我會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一定會堅守這個立場 一定會立催 一定會讓它通過 我們這部分提出來 是中小企業處提的 所以我們那一部分 我們既然提出來 而且我們有這樣的理念在背後 再加上後來就是說 這個 貴院這邊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委員 也提了其他相對應的 配合性的這個法案 我想我們 會希望貴院這邊 能夠順利來處理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 債委員會通過了 那麼假如說去審的話 那你們不會說 碰到挫折 那你們就退休嗎 因為這個案已經進貴院 我們會希望 在貴院這邊 能夠很順利的處理 那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很多的 那個大陸的觀光客 到台灣來 政府一直講說 哎呀 大陸觀光客 怎麼要上千萬人來 很多人來 那可是大 千萬是包括所有的 這個客員國 那假如 各個會員國 李克其實 李克來台灣 越多的話 其實對台灣的 一般的人民來講的話 並沒有受到他的利益 反而受到他的傷害 第一個 你現在從那個 路客來了以後 我們有很多的觀光景點 原來是不收錢的 那現在要開始收錢了 請問你知道 現在有哪些景點要收錢呢 有哪些觀光景點 開始要收錢了呢 跟委員報告 那麼其實觀光景點裡頭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封閉性的 的觀光景點 一個是所謂開放性的觀光景點 那封閉性的觀光景點 目前大理上都是採用 如果可以採用 VOT的方式去做獨立 不是 現在有些原來收費的也要漲價 當然我認同 我也承認說 我也認同說 使用者互惠 我們事實上是有很多的觀光景點 包括我們的故宮啊 包括我們很多地方 收費都很低 你跟國外比起來的話 尤其跟大陸比起來的話 事實上我們收費是低的 可是我們收費低 應該是對我們國人的一種優待 那你現在 你現在是說 你為了因為入客來很多 那我們當然 我們需要是能夠種植 不要種那個量 可是我們現在 好目前一開始都是先種量 沒有種植 現在來還多 不過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現在 整個觀光客量到這個程度 我已經再三跟這個交通部講 我們未來 量的成長 我們不是個問題 但是值我們要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把它提升 甚至必要的時候 我在量方面 稍微做些控制都有必要 那現在是這樣 我的問題是說 好 你為了控制這個質量或控制那個 你把那個門票提高了 那提高同樣的 你沒有差別的 你沒有分國人的 或在地的 或是外國人的 你都一次同等 你說公平原則 那可是所以這個很東西的話 就對我們本國人來講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啊 你原來 原來你觀光客沒那麼多的時候 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 去參加一些門票去參加那個 你現在沒有啊 你調高了以後 有些不要錢的都變得要錢的 那現在 那到底 到底 有沒有做一個是說 對國人的一些補償呢 像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像你看 今年過年 我一個朋友 從那個海外回來 他說他 二十幾年沒有回來台灣 他很想去忠烈市看看 很想去那個士林觀禮那邊走一走 我怎麼樣 我進不去耶 我在門口我進不去耶 我說我那個人之多啊 那個品質之差啊 那你看看 就是我們自己 自己國人的理由受傷害了 受損了 那就是因為大陸客來 那現在變成說 你的一些門票 不要錢的變成要錢的 要錢的變成要漲價 那 我們得到什麼呢 那現在好 那個那個 部長 陳部長請教一下 你們現在說 哪些東 哪些地區 哪些風景區 你們決定 要把它由來 由原來的免費 要變成要收錢的 我想這個是 我們都在檢討啦 那其實委員剛剛所談的 旅遊品質的這一塊喔 目前那麼觀光局 也跟各個風景點 在做所謂的總量管制 跟分流的管理 也就是說 我速度的管控它的人事 讓那麼團客的話 可以在不同的時間 可以進來 那麼讓國人或者其他的 那麼國家的人 我現在不要 我現在問你啦 你現在你家中部規劃的 有哪一些景點 原來免費的要變成要收錢的 你目前規劃的 我現在手頭上沒有帶資料 我的印象裡頭有九個點啦齁 目前準備就是在做收費的這個準備啦 比如說兒卵比 有九個點啦 我現在手頭上沒有資料 還是說墾丁公園 還是說哪裡 那你就是好 你有九個點 免費要變成收費 那有哪幾個點 是有 要漲價的 這個要通盤檢討啦 不是啊 因為你們已經對外 在發布這樣的信息了嘛 那你們有沒有考慮到 作為就是差別收費的呢 就我們國人 是不是可以 不要漲價 或是原來免費的就免費 那對於外國人 那改漲你就去漲吧 各位委員報告 國際上一般來講齁 除了這種特殊 例如說有一些優惠 需要優惠的族群 那麼我們採取優惠以外 那麼事實上都沒有 國際上有啊 其實很多很多 很多地區 很少說有不同的這種國旗 然後給予不同的 所謂的門票的這種處理方式 以前其實中國大陸 很多都是這樣子 我們國會大陸到那邊去 我想可能國際上 被認同的區域比較低 所以你現在 所以我就講嘛 就是你提出的政策 你提出來 你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你能增加多少沒辦法 可是你是給國人罵了要死啊 對不對 那你人在想說好 你一直 政府一直在鼓吹 因為觀光客到台灣來 人越多我們越慘 人越多我們越賺不到錢 人越多我們旅遊的品質越差 造成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問題出來 那這樣的話 你說你這個政策 你一站免事總統到哪裡去 或你們到處現場 哎呀我們的觀光客 有多少人變成多少人 我們的什麼 免簽證的國家變成多少 沒有感覺 是跟委員報告啦 剛剛院長特別跟您說明 就是說我們現在 其實都在提倡優質的團客 甚至高端的團客 那麼把一般的比率把它降低 那甚至那麼現在總和的管制 也沒有往上提 所以我們先要求職 然後再量 再拉上來 你當你講的很好聽啦 你說種植 你規定那個旅行車說 一天他們一定要多少錢 可是這個問題是老問題的 已經講很久了 大陸的在地 他們所謂的那個什麼 他們的旅行車 承接客 都是一定是 就是那幾家在包 他要給我們台灣的旅行車 多少錢他都是這樣的 你不接別人接 所以你是講說一天 一定不能夠低什麼美金五十塊 或美金多少錢 那誰領你啊 沒有啦 現在零團會都有啊 所以這個品質的問題 你不要講說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針對這種所謂零團費 或低團費的 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 你來排隊嘛 凡是有高團費的這些 我們優先插隊來處理嘛 所以這個比例關係 最近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 就是說過去等於說這個 可能占到百分之七十 那現在這個已經百分之五十以下 高團費提高 然後委員剛剛講說 我們沒有賺錢 我想這個應該也不是事實啦 我們現在的旅館拼命在蓋 我們這些餐廳 我們等等這些 我想這個 總還是一個社會現象嘛 你知不知道 這些很多旅館在蓋 包括很多的旅行社 台灣的旅行社 包括台灣的那些 藝品店那些店 都是誰在投資的嗎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還是很多啊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說一條龍很倉潔啊 有這種現象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相對比例還是更高啊 台灣人那個一條龍很嚴重啊 有這個現象 嚴格在取締 這不是在取締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事實上很多 我覺得也不能以便蓋權啊 我現在是要求你說 你不要一個政策 弄得齁 人家你每個政策 我相信你 你也不會說這麼壞心 提出一個很壞的政策出來 你也許你每個政策的出發點都是好的 可是你為什麼十次到最後結果都被人家罵 你有沒有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我跟委員報告啊 像我們台灣所承受的有些這種旅行方面 比較負面的一些現象 世界各國都在發生 但是我們現在 我現在要求他們控制的就是說 這些負面現象 我們的情形不能比其他國家嚴重 其他國家比我們嚴重很多的啦 所以在這一點我們盡量希望能夠 我們一般的民眾不會管理其他國家怎樣 他只會說我跟以前來比 以前我到這個地方來觀光我不要花錢 我現在變成要花錢 以前我到去參觀什麼 我就10塊錢 我現在變成30塊 就是因為你的那個路費來太多了 他不會去管理什麼你跟國外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說 你們現在重新在檢討 你要漲價的 或是要收賄的 你要好好去思考 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不要造成國人很多的一個負擔 這樣可以嗎 我們通販檢討 你不要說好 你每次問 所以我跟真的 毛遠長你要去思考 你要好好 你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要好好去思考 為什麼這樣我每次提出來的政策 你都認為你很好 就自我感覺良好 可是民眾觀感不佳 為什麼到最後的結果 都被人家罵了要死 就是說你去思考的 你那個思考邏輯啊 你要去想 我管你海外怎樣 我管你美國怎樣 我管你英國怎樣 我管的是說 我現在能不能跟以前比 我能不能跟以前比起來更好 大家思考的實在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們在做任何政策的時候 你要去想 你要去做一個轉變的時候 想說 那老百姓的感受是什麼 你要從我的口袋裡面 把我掏錢出來的時候 那種相對的剝奪感是什麼 那就為了什麼 就為了就是你們 你講的那個路客來很多 對不對 那我也希望你們有很多的一些會用 你盡量說 大陸人來 你盡量跟他收 比如說好 像很多國家 你說比如說不擔 不擔它是很重值 重值不重量啊 你要去他那個國家 你要繳的那個會用啊 多高啊 他一天都收你要 要收你 說你你只要進去他國家 一天好 要收你一百塊美金 一百塊美金啊 你就是要去護他的那個 你才能夠進入他國家 去參觀去那個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小島 台灣很小 台灣不需要很多人來 台灣是要的是很重值來 可是政府早期都一直重量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不對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希望真的你們要好好去思考 你不要說 哎呀一天到晚在宣揚到處講 到處講說哎呀我断光喝多少 你說好你說賺錢 你一塊一直蓋什麼蓋 還是集中在少數人賺啊 可是全體國民有沒有收回 沒有人收回啊 自由行他們無所不入啦 大家都在賺錢啦 院長請教一下齁 大家都很關心那個 那個學校的小孩子的營養午餐 那因為台北市啊 他現在說要漲十塊錢 那我們的義務教育 從那個九年到十二年嘛 就十二年國教 那以前我們的營養午餐 只有小學有 那政府有沒有考慮到說 我們把它升到 連國中也有營養午餐 國中也要吃飯啊 那為什麼 小國校有 國中 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到說 連國中 也來 實施這個營養午餐的政策呢 我想這個 我會要教育部來研究一下 為什麼國中沒有營養午餐好不好 很奇怪 難道那個國中就不用吃嘛 你現在你的義務教育延伸了嘛 你從 你從九年到十二年嘛 那同樣營養午餐 是不是應該也要 連國中也 應該要有營養午餐吧 對不對 因為這個國中生還更需要啊 事實上很多很多很多 國中生的 國中生他父母也一樣上班啊 我們當時說 哎呀那個國小 父母我們要照顧他 那那個 因為那個 要特別照顧 可是父母都是在上班 沒辦法 好或什麼 那給他營養午餐 那國中是不是可以考慮 我會來了解一下 我來了解一下 那是不是有 我會 好 請陳委員歐